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呢 这次来这儿呢 显然不是为了吃傻餐 也不是为了看画廊 而这一次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就是来体验另外一辆来自德国的顶级豪车 那就是来自奥迪的A8L Horse 其实我先跟大家说一个数据啊 就是上一代的A8呢 在中国的销售份额占到整体的60% 所以奥迪决定给中国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 奔驰有麦巴赫呢 其实这一次奥迪拿出来的一张牌呢 就是这辆A8L的Horse 它整体呢 简单的说就是一个家常版的A8L 家常版的A8L 没错 而且从它的外观可以看出啊 它的头灯以及尾灯都是先于A8 普通的A8进行了一个换代的改款 所以说它现在使用的这个设计呢 是未来A8L即将改款的样式 所以说它还是掀了这个普通版A8一部的 那么另外呢 它从外观部分能够最明确的看出来 它不是普通A8的呢 就是它的中网 以及它这个非常有特点的大饼式的轮圈 其实在豪车上用这种风格的轮圈呢 已经不是一家两家了 包括摩托车品牌也有类似的设计 所以说这种设计看起来真的是非常能够凸显这辆车的气场 而且这辆车从侧面看一定会看出不一样 就是它的后门真的非常的长 那接下来咱们去车内看一下这辆车 车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豪华氛围 来到车内呢 真的是一股熟悉的奥迪风扑面而来啊 就是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三块屏幕都是很常规的在这 包括其他的整体的位置 这个就不做过多的介绍了 其实奥迪的大部分车型都是这种感觉 但是它与普通版不太一样的地方呢 就是我坐在这一个特别特别刺眼的东西 就是它的反光镜 因为它的反光镜真的外面这一层都说奥迪是银耳嘛 咱们之前都知道奥迪的高性能车都是银耳的 但是这辆车真的是镜子耳朵 这个后视镜整体就是一个镜子 所以说这一点真是非常的特别 而且可以看到整体内饰的这种做工用料等等都不用担心 因为这辆车呢 我们都知道它是给中国特供的 但是呢 它还依然是德国产的 所以说对于这种的这种用料做工啊工艺啊 是不用有什么担心的 而且我非常喜欢它这个空调出风口的设计 因为之前在捷豹车型也是见过类似的设计 但是这种仪式感啊真的是太有了 这种整体缓缓打开 而且这个包括它这个导风槽都会有一个移动 这种感觉真的是太有仪式感了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去后排体验一下 这辆车更为重要的后排的乘坐感受 这是很厉害的 谢谢大家 谢谢你 谢谢大家